我們現在開始要上的東西叫酸鹼中和 後面的滴病跟酸鹼中和有關係 酸鹼中和就是酸加鹼 酸性加鹼性碰在一起就叫做酸鹼中和 我們又簡稱叫做中和不是永和 酸鹼中和 中文的通式寫作酸加鹼產生鹽加水 化學式的通式酸是氫離子鹼是氫氧根 所以氫離子加氫氧根變成水 跟我們的水的解離正好顛倒 請你看清楚要會知道 化學式的酸鹼中和通式是氫離子加氫氧根產生水 寫成中文叫做酸加鹼產生鹽加水 這叫做它的通式 所以你要知道不管是中文還是化學式 你都要曉得 OK 那麼基本上酸鹼中和是一個放熱反應 我們講過國中學的幾乎都放熱 每一輩過就是放熱 酸鹼中和沒有電子轉移 就是高中的教法 所以它不是氧化還原反應 國中不是用電子轉移交氧化還原 你知道就可以了 重點是記住 酸鹼中和不是氧化還原反應 不是氧化還原反應 酸鹼剛好中和的條件是氫離子的末數等於氫氧根離子的末數 所以以後請你算酸鹼中和的時候 你就在算末數 前面教過怎麼算末數了 氫離子的末數等於氫氧根離子的末數 注意我們說的是氫離子末數等於氫氧根離子末數 不是酸的末數等於氫的末數 因為一個酸不一定只解離出一個氫離子 一個氫也不一定只解離出一個氫氧根 剛才提醒過你了 要注意一個酸會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氫會有幾個氫氧根 所以請注意 請你算氫鹼中和是氫離子的末數等於氫氧根離子的末數 不是酸的末數等於氫的末數 酸鹼剛好中和的時候 容易也不一定是中性的 高中會講得清楚 可是我們國中交給你的都是強酸加強鹼 我們都說它叫做中性 基本上是強酸加弱鹼會偏酸性 強鹼加弱酸會偏鹼性 不過那個高中以後再來處理 我們基本上國中交給你的幾乎全部都是強酸加強鹼 然後我們就說它叫做中性 但實際上酸鹼剛好中和的時候不一定是中性 高中再仔細教 那這是一些實例 那這是一些實例 酸魚 空氣的一個東西 會讓它有一點酸 32號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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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會有一點酸性 工業革命之後 七七的廢棄還有一種物質 我們前面交過一種物質 一種物質 所以它會有一點點像是酸的 空氣中的某一個物質 工業廢棄裡的東西 第一 你有記得嗎 你有記得什麼嗎 十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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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幾例 誰 二氧化 什麼 你剛剛有講啊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請坐 還有 還有氧浴水會形成 雅硫酸 所以酸性PH值會變小 所以PH值會變小 還有氧化碳 會造成所謂的酸雨 會造成一些危害 這我們三年級的第一顆會再叫一次 然後呢 多雨的因為雨水有一點酸 所以下很多雨水貼紙會變低 這樣就不適合耕種 所以早期農夫就會 到這個草收割以後就把它燒掉 那個草木灰 草木灰裡面的成分叫做碳酸甲 你要備 草木灰的成分碳酸甲你要備 有人烤是會烤 然後就可以中和我們的土質 所以以前農夫收割完 稻草燒掉跟土混在一塊 達到既能把肺的東西弄掉 同時呢也達到改善土質的目的 好 而且還可以甲呢 可以甲肥可以施肥 不過現在因為燒草木會很多煙霧 會妨礙視線 所以基本上現在是不准燒稻草 要燒要經過升級要經過允許 因為怕你的煙霧會阻擋視線造成人家開車的人看不見 但是要備 考試要備 草木灰 成分叫做碳酸甲 碳酸甲 所以呢 所以我們講過有空氣軟的問題 妨礙視線問題 所以現在基本上是不能燒 不能燒的 然後 胃液裡面有什麼 生物還是什麼教過吧 酸 什麼酸 鹽酸 如果過多會造成身體的不舒服 所以我們就吃一些藥 胃藥 然後呢 有鹼性物質 我們國中教你的就是小蘇打碳酸氫鈉 酸酸氫鈉 小蘇打 然後呢 讓你去酸鹼中和一下 酸鹼中和 所以你要記得我們國中教你的胃藥叫做小蘇打碳酸氫鈉 用酸鹼中和的方法來減緩胃病的疾病 但是實際上 第一個 胃藥不一定是用酸鹼中和的原理 有人是抑制胃酸的分泌 或者是塗傷的保護層什麼之類的 而且就算你是用鹼酸鹼中和 也不一定是用碳酸氫鈉 我們這邊呢 這個塗上面誰就用碳酸幹 也是鹼性的 所以 但是我們考試就這樣考你啦 考試就考你這個 碳酸氫鈉 小蘇打當胃藥 但現實生活不見得是如此 清潔劑 我們講過清潔劑有酸性跟鹼性的 基本上不要混用 混用它會放熱 可能會噴出一些酸的跟鹼的東西造成危險 所以簡單說 那個廁所裡的東西不要跟我隨便亂混 前面講過一個 有會產生漂白水濾氣加鹽酸會有濾氣的有沒有 那也是有毒的 這也是這樣 所以不要亂混 不要放水放在一塊就對了 好這裡動腦時間 吃東西的時候呢 一些酸鹼池的變化 所以呢 請問你 由圖中顯示 你的東西會變成什麼樣的性質 你會變成什麼性 你會變成什麼性 pH值變成怎樣 比較小啊 所以變什麼性 酸性 因此 你要保持 因為保持酸性會腐蝕會容易蛀牙 所以呢 你用牙膏是應該什麼性比較好 酸鹼中和嘛 所以用什麼性 鹼性 鹼性 用弱鹼性 好這就是 多好誰就是 講一個基本上 基本酸鹼中和的概念 然後面再出一些別的問題來問各位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